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个反面教材 你又打嗝了 是不是 榴莲味的香水 一会儿我要去相亲 所以我要用这个香水秒杀那个男人 各位各位 院长给咱们发的两千元的旅游基金都收到了吧 祖宗 你小心点 能激发我灵感的地方 脸脸你呢 哪不用考研我想去哪 哪都得考研 那我不去 别问我 我光是相亲的时间表还排不过来呢 所以哪都不去 你们呢 枉费了院长的一片苦心 院长是想让咱们在疗养之余 放松心情 撒开的玩 我觉得院长是想把我们撒住之不管吧 那点钱够干什么的 你们都知道啊 我曾经跟我二大爷周游过世界 如果你们相信我 我可以给你们推荐一些地方 保证玩的好 钱还花不了 他二大爷的话千万可不能信 真的吗 他二大爷现在只是个传说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 你可以不尊重我 但是你绝对不能侮辱我二大爷 不是 你具体说说你是怎么安排我们的 阿丽 你要去的地方 有草原 湖泊 长颈鹿 景色非常的优美 在那里你就是女王 你就是万人迷 完全可以解决你婚姻的状况 怎么样 你愿意去吗 我愿意 丽丽 你要去的地方 有海浪 沙滩 小快船 还有很多人陪你玩真人CS 最重要的是 在那里的考试你全部能过 还有 不用还有了 我去 你去的地方有雪山星星小帐篷 那里非常的安静 非常适合你创作 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我已经等不及了 快带我去吧 好 那么各位把钱都交给我吧 好的 我替各位安排安排 你们去准备旅行用的东西吧 OK 来 来 来 挣点创业资金我容易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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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旅行用的东西 我准备了四十瓶防晒霜 你去够吗 阿里啊 你没有旅行的经验 不过还好 我替你准备了 尼尔 你太好了 尼尔 我去的地方有草原 琥珀 长颈鹿 我拿它干啥呢 阿里 你要去的地方是肯尼亚 那里有很多的原始部落 也有很多的燕镜蛇 拿着这把大刀 关键的时候可以防身 快快快 我已经准备好了 快带我走吧 快 这是你的礼物 不是 我不是去那个沙滩 海浪 还有小快船啥 怎么带这玩意呢 你去的地方是索马里 这个东西虽然没有太大的实际用途 但是起码可以在精神上给你一点支持 不是 这有用吗 女儿 我找我走啊 我有点热 自动 这是你的礼物 你给我脸盆干嘛呀 你去的地方是北极 那里会有许多的北极熊 你只有装死才能躲过熊的攻击 从现在开始你就要练乱憋气 多憋一秒你就能多火一秒 我还给各位买了意外伤害保险 来 签个字吧 多少钱呢 两百万元 不多 两百万 不是 数额这么大 我怎么觉得瘆得慌 我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对对对对 那那个钱怎么优到那个我父母那儿啊 这个问题就不用多考虑了 钱不一定要给父母 可以交给非常可靠的朋友 受益人 王小宁 小宁啊 别的差不多了吧 小宁啊 快喝了了 不是啊 小宁啊 那个我们的后世 你都给我安排好了 是 是你的呢 我得帮你们拿着钱创业呀 做一点对社会有意义的事 是不是 我任务很坚决 小宁啊 你行 好样的 好哥们 一辈子 怎么乐成这样的都 加油 玩得开心啊 玩得开心 再见 祝各位一路平安 再见 不对 是祝你平安 我去 快 来 让 走 拿好了 你让大巴车在外面 你来接你了 快走吧 怎么能接我呢 不是接你们吗 我们仨呢 帮刘小言报了个旅游团 主要是去北极肯尼亚还有这个索马里 所以说这会儿有时间到了 我觉得飞机应该是起飞了 不不不 那你现在买张机票还能跟刘小言会合快去吧 演员呢演员 你怎么能去那个地方呢 多危险呢 我们仨帮他买的意外显示多少钱 不多 如果权重的话 每个人也就一千多万吧 七千多万 那我觉得他会在肯尼亚出事 不不不不 我这张肯定能中 不 你们都败了 其实我跟你说 王小宁肯定抽不了索马里 我这张肯定能中 肯尼亚 这张肯定着 是